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求大家放过她的孩子 但她马上被其他村民拉开了 不管她怎样撕心裂肺的大海 六年来根本没有任何的海啸 也不管女孩怎么的哭泣 没有人停下来 女孩就这样被献祭了 好 在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小女孩 她叫什么名字 你来取 那叫做清河 在靠海的村庄中生活嘛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跟水有关的名字啊 好 那就叫做清河 白水 白色的水 好 所以白水也会被藏起来吧 跟之前那个女孩一样 嗯 那你觉得清河会跟她提到之前的那个女孩吗 会吧 她要和白水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够出去啊 那他们一定会讨论到献祭吧 会 但是清河会和白水说她自己对传说的想法 然后告诉白水说自己觉得海啸 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爸爸过世之后妈妈总是在工作没讲什么故事给你听吧 可能有一点吧 但是我有哥哥啊 我在讲故事的造诣上可不会输给他哦 那我们掌声恭请说故事大师返回故事现场 毁灭天使 毁灭天使 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安全 但实际上毒性很强吗 对啊 而且这种毒蘑菇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哦 我猜猜看 是吃下去三秒之内就会马上昏倒身亡吗 不对哦 我要面对什么事情 面对她就是选择抛下我们两个吗 还是面对我刚毕业就要撑起这个家 我不是一直在面对吗 我要做什么才算是有在面对这件事情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有想过我们只剩下他了吗 爸过世的那一天 他抱着我说他会努力活到一百岁 连同爸爸的份看我们两个长大成人 结果才过了多久 故事还差一个结尾对吗 嗯 第二天 在白水倒下之后 青河带着白色的珍珠还有羽毛 亲手将他埋葬在最高的山顶上 你相信白水的牺牲是有意义的吗 差不多是该吃晚餐的时间啦 你饿了吗 嗯 今天要煮什么 嗯 你想要吃什么 嗯 不然 蘑菇怎么样啊 哎呀不要说那么恐怖的话啦 咔哑吼 说唱 说唱